新版《仙剑奇侠传》右键逍遥开播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都看了吗 本来以为是都是笑评的麦秦怀烂作 单看了首播的前四集 意外觉得还不错 接下来非常主观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部剧前四集的游缺点 先说优点 右键逍遥在视听层面对游戏的还原还是用心的 片头曲采用了游戏版的BGM 场景风格 人物造型 也是极力向原版游戏靠拢 最明显的就是赵灵二 选角我们不做评价 刘亦菲版实在是无人能超越 单看服装造型 对游戏的还原 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当然了 赵灵二的半人半舌形态也极力的还原游戏 属实有些没必要 毕竟我觉得影视化还是应该以美感为主 李逍遥 林月如 阿诺的选角及演员的表现 虽然谈不上多么惊艳 但至少不会让人觉得出戏不贴脸 而配角们的选角就可以用成功来形容了 首先婶婶本婶自不必说 两版仙剑用了同一个演员 虽然这个角色在整个故事当中占比很小 但只要一提到李逍遥的婶婶 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个形象 游戏里的样子也比不过 这一版中的九剑仙 也更贴近原版游戏中 邋遢最老道的形象 尤其是选择了吴越这位 五十公里身后的演员来扮演 施力波传剑那一段 剑法潇洒伶俐 单就这收剑定格的造型 说他不是武林高手 谁也不信 本剧的华丽特效也非常符合仙剑粉丝 对于这个传奇故事的想象 剧情节奏快不拖沓 综合来看 这部剧是可以追一下的 不是那种一眼气的烂作 但即便如此 本剧的缺点也很明显 首先就是剧情的删改 星陵岛上李逍遥破解迷宫 和正在沐浴的赵灵2意外相遇 这些桥段全部被删除 我能理解可能主创有些价值观上的考量 比如被窥见沐浴就要澄清 右线逍遥则改成了前世今生般的宿命相遇 但这种经典的桥段 还原一下也无伤大雅吧 尤其是在本剧还标榜还原游戏的前提下 那么说到还原游戏 游戏粉丝就不禁要问了 为什么又有唐玉这个角色啊 在原版游戏当中 这是一个路人到不能再路人的角色 甚至很多游戏玩家在玩过游戏后 根本不记得游戏当中有过这么一个人 游戏当中的暗奴喜欢的其实是李逍遥 但这种喜欢是少女的碰然心动点到极致 完全不影响李逍遥和赵灵2林月如之间的爱恨纠葛 所以《优剑逍遥》其实是游戏和唐人版的结合 对游戏还原度更高 但又借鉴了狐歌版的原创剧情 尤其是《逍遥探》《杀破狼》一直很安静 这些经典OST都被买下了版权翻唱 蹭老板的目的就更明想了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想游戏粉和剧粉两头讨好 既要还要 这虽然谈不上什么严重的缺点 但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高明 在老板已经成为很多人童年白月光的前提下 尽量避免与之对比 拍出自己的风格特色才是正道 强行联系只会招致反感 并且在比较中处处落一下风 其实抛开老板滤镜 以新剧的眼光来看《右键逍遥》 这部剧是一部能吸引人追下去的作品 但主创有各种操作 非要让观众想起老板 就目前的效果来看 这个主创自以为聪明的高招 有些反被聪明误了